九儿的父亲喂了一头骡子 将女儿卖给了身患传染病的 五十多岁烧酒作坊老板李大头 你看人家李家 给咱里头大黑骡子 回去好好过日子 我走 我走 你不是我爹 我没你这样的爹 这种不通情理的封建婚姻压迫 让九儿愤怒和不甘 她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 爱上了为自己抬轿的教夫于战敖 九儿决定挣脱封建枷锁 追求爱情和幸福 回娘家吧 三天之后只管回来 这儿就变个压了 三年之后 三天 四天 三天 二天 四天 甲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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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尽时一害远时一罢 你祸害了多少黄花贵女 怎么的 你掩钱了 把那姑娘放了 哪个姑娘 为娘家没搞 那是我 我哪一屠骡子坏的 还没等我动手你去 你真是个该天杀的 好 我说三天你回来 就变个样 我回来了 我看着你 你是什么人 我是个教夫 行千里路走四方城 结婚给人抬轿子 送葬给死属抬官 吃的就是这碗饭 爱你那天 想什么女人啃嫁恶人 偷瞄了一眼 我是那太阳的光 放下了你的眼 是光底下的高亮地 晃乱了我的神器 我把酒坊做起来 重新开张 你是掌柜的 做我的伙计 你愿意 换个活法啊 我是寡妇了 我是寡妇了 有媳妇了 东家死了 新东家来了 半路杀出个成药金 换了个天 罗汉大哥 你得大把手 帮一帮掌柜的 人好帮事难做呀 今年高亮 年收成不好 他还非要开张 情愿 入口 看着这个 我还请你 赢了个房子 伤口 找个房子 你得了 你的房子 谁是因为房子 那就是房子 咱们去房子 凡事还帮我多沾落点 罗汉大哥 你舍得撂下我走啊 掌柜的 您误会了 这烧锅里的人都走了 罗汉也不会走 那你替我给大伙传个话 都挺好了 愿意干得留 不想干得走 掌柜的 不会亏待大伙的 日后买卖成了 大家伙都有份 听掌柜的 听掌柜的 不会走了 烧锅停火三天 冬家用过的 该烧的烧 该买的买 好嘞 高粱酒满破院子 无前无后 破他个三天 去去晦气 好嘞 掌柜的 那得多少高粱酒啊 得省着点啊 歇几天后 咱们开锅烧酒 好嘞 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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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我完了 赶紧回屋啊 想你了 那是哪位伙计啊 你想谁了 我想掌柜的 有你事儿吗 掌柜的 我 好嘞 听听啊 着急啊 罗汉大哥 把他给我扔酒缸里去 把他扔酒缸里去 把他扔酒缸里去 上 兄弟们 上 救 人啊 人啊 救 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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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主人 舅儿 你喜欢她 喜欢 三十个大洋 装三十坛酒 大当家的 您可真阔气 我们可受用不起 这十五个子留下 剩下的您拿回去 罗汉大哥 装三十坛子酒 好嘞 别家 那十五个子啊 留着给你买嫁妆 你过门那天 在那片高粱地 谎了我的 我当时就应该把你给劫了 那你就是我的女人 现在东家死了 我是不是 该抢了 你说谁是你的女人 这个女人是个寡妇 谁长着 就是谁当 这手 花脖子开价一千大洋 有一千大洋吗 有 有两千大洋吗 干啥 一千熟人一千买枪 敢抢我的女人 你说掌柜的 你说实话 东家是不是你杀的 他那是该天杀的 恶人自有恶报 罗汉大哥 我知道你也喜欢酒啊 可我们俩那是 你情我怨 你要是敢对不住他 我一枪毙了你 成交 先帮我杀了花脖子 成交 你别过来 我被那病人传染了 东家碰过我 我不信 你过来我就杀了你 这个我也不信 你不信 我就让你看看我的烂身子 哎呦呦喂 可惜了 这个我信了 你你捡 souff rud 你还行 一千大洋 二千大洋 俗人 我呀 四千 sitä 还真有人稀罕你 我本来是想结个色 那现在我 我只能结财了 你这烂身子呀 值一千个大洋 一千大洋 你放我走人 一千大洋 一手交钱 一手放人 我等着你 一千大洋 今儿就带来了 把钱给我带楼上来 尤战敖 一千大洋 赎回了九儿 另外一千大洋 买了几把正量的狮子枪 多到高粱地里 一练就是半年 然后 把枪上的准性错掉了 他说 老子用不着准性 老子就是准性 花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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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战老 是我 你来干什么呀 跟你学杀人呐 你不用跟我学呀 你杀了那女人的男人 你会杀人呐 你就这兔子胆 你真得跟花爷我好好学一下 就是 他呀 这叫四个胆帮天 花膜子 你碰过我女人吗 你碰没碰过也不需要跟你说呀 让那死鬼东家抢了个仙 我才不碰他呢 那你摸过他没有 摸过 没只手摸的 没只手摸的 在这儿 你打得着吗 都对的 都对的 没事吧 告诉你 我比你强 这是错了准性打的 弄的 他骂了个八字 你枪法这么好 你干嘛不投八路去 什么八路啊 我不懂 先打死你 为民除害 等等 别打头 打破了头太难看 有种子 往这儿打 等等 回去吧 你说什么 你打死了几个 五个 大洋给了 九儿也回来了 留他一条狗命 于建昂 你什么时候娶我 折到黄道吉日 就明天 我还没杯彩礼呢 酒房里喝个酒 就算是 就算是办事了 月城 罗大大哥 明儿的 请弟兄们喝酒 掌柜的 他还没杯彩礼呢 火机区掌柜的 这家里的 都是彩礼 都是彩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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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建昂 今后 你要是敢对不住我 我就杀了你 那今儿去给枪放你呢 第二天上午 大喜的日子到了 我告别了掌柜的 我告别了掌柜的 一走就是九年 直到日本人来了 喔 再说 如果是如何 一切都 brauchen 小心 老乡 给我们找个住的地儿 没有 老乡 这哪有水呀 找碗水喝 没有 找口饭吃 我说了没有 你再说没有 我真想把你给毙了 你是谁呀 大日本皇军 没看出来呀 没看出来 你是日本人揍的 老子毕了你 放开了 没想到罗汉大哥 会被这本子明知处死 人夜里弥漫着星田的味道 一阵阵地往鼻孔里钻 我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罗汉大哥 真是条汉子 我想他了 日本人说要在青沙口修公路 修好了公路 是为了来更多的日本子 来 度官儿你看 这太阳照在叶子上 像什么 像像津片 亮亮的 高粱们也挺直了腰杆 和你爹拉的队伍 站在了一块 就像水泼梁山的一百单八将 都分不清是人 还是高粱了 就这样立着 站在一起 我不大敢看 那漫天的血涂 我们不会是这种下场吧 因为我要给罗汉报仇 谢谢 你和罗汉话 今天 我是来报复杀者的 你是个混蛋 不错 但我也只叫汉子 杀人那小猫子 他会给里面号 停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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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葳 跟上 掌柜的 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 我蒸了酒屏的白面馒头 落了二十张椒黄的玉米大笔 包好了一清二白的大葱 炖好了五花三层的红肉 走开给你 常规的 带酒了吗 四家酿的十八里红 没带多少 省得喝倒了 打不上日本子 上马可美 老官 去 找你爹去 娘 有我吃的吗 豆官想吃啥呀 吃肉 豆官听话 先几句你爹他们吃 你呀 拿馒头 蘸你点肉汤 回头娘再给你炖 来 把这碗肉 给你爹端过去 慢点 好 救我 娘 救命 你 面不 化命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娘 你红色的蚝 红色的血 或者红色的高粱 像红色的太阳 豆哥他娘 我于正敖一伙的人 打死伪军 打死日本的金氏口子 娇儿 太娘 你还是那么 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